給咖啡農合理的報酬 然後要透過很多的剝削 然後來賣這個咖啡 然後我看到他的這個咖啡 上面就寫了 難道賺錢就一定要剝削嗎 這一個 第二個呢 他說 從舌頭上面 藏到心靈上的滿足 因為你想想看 人家說 農民跟工人努力的工作 他所受到的收穫 不是資本家的施捨 是上天的恩寵 所以當你在喝咖啡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 是農民在太陽下流汗的那種付出的恩寵 他跟你的分享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那個叫心靈上的滿足 那我就知道說 原來我們台灣大部分的人 他追求的不是那個同臭味 他追求的是心靈上的滿足 這個是萬代福的電影卡 住台中的人應該很多人都有 為什麼 因為他看一部電影只要三十幾塊 對不對 而且看的電影還很新 一播電影三十幾塊可不可以賺錢 不容易賺 所以呢 這個老闆姓黃 黃老闆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希望說把電影文化 讓我們社會 金字塔底下的庶民 也能夠分享 讓我們的社會底層的人 可以直接跟電影文化 可以接軌 所以他並不是要賺你錢 他只是要跟你分享電影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台灣底下的人 在做這些事情 那我來看一下 後來呢 我到了玄奘大學去上課